大家好 歡迎收看《實拍實說》 我是大地聲樂的Dylan 今天和大家來倫敦 West End 北邊小小的小鎮 這裡叫 Camden Town 這裡可以說是英國倫敦的朝特 是所有英國朝人的集中地 以及那些叫Punk人的集中地 我們今天就來逛逛這個小鎮 看看這裡有什麼這麼潮的地方 在開始之前就記得 留言、讚、分享和訂閱這個頻道 如果喜歡我們這條影片 就記得介紹給你的朋友知道 我們現在馬上去看看 我們現在走到這裡 其實距離Camden的鎮鎮 很近的 是一分鐘路程 就已經來到Camden Market 就是Camden Town High Street的其中一個市集 你見到它是用一些貨櫃的形式去砌的一個商場 裡面有很多賣手工藝品 又或者賣時裝之類的一些小鎮 它整個設計畫像如果大家有去過南韓首爾的一個 叫做 Common Ground的一個商場 都是同一個模式的 都是用貨櫃砌整個地方 好似的樣子 這裏還有我們之前和大家在Bristol說過圖鞋藝術家Bens的作品 如果未看我們那條影片 就記得去到現在我們右上角的位置看那條影片 那Camden Market這裏上到二樓和三樓其實有很多餐廳 不可以叫餐廳的 其實是一些熟食檔 Food Cork的形式的餐廳 這裏都有很多選擇 但是其實Camden Town這裏 後面再走後一點 還有很多不同的Food Cork 讓你選擇的 我們今天就不在這裡吃 我們就去那邊 一會兒再去看看 我們剛才在前面Camden Station出來了 這裏兩旁已經開始有很多店鋪 其實是買一些比較便宜的服裝 又或者是零食 然後一路走下來 其實是一條直路 兩旁繼續會有很多不同的店鋪 這邊就會有一個好像女人街的市場 叫做Inferno Street Market 但是你不要見它 可能這裏又買便宜的東西 那裏又賣好像深水埗的批發時裝 但旁邊就放了一間Obspring 即是賣潮球鞋的店鋪 前面還有幾間這類型的賣潮球鞋的店鋪 一會兒都可以展示給大家看 所以可以見到Camden這裏是一些便宜的時裝 或者是手工藝 或者是手信 以及一些潮野的mixture 這類型的地方 我們剛才一路走 沿著這條High Street走 大家如果走過來的時候 可以妄想少少 看看店鋪的外場 因為每一間都有自己一個特色的外場 比如波鞋 會有一雙很大的波鞋插在外場外面 還有這間很有趣 有一條狼 原來是一間Chinese的 All You Can Eat 套票 這間店鋪有一個叫一條狼 上面真的有一條狼 小小說給大家知道 這裏有很多便宜的名牌賣 如果有興趣就過來這裏買吧 現在我們來到這裏 就是Camden這裏的地標 Camden Lock 其實甚麼叫Lock 其實意思是水閘的意思 不是真的一個鎖 是一個水閘 但其實大家都知道 這裏寫Camden Lock 那個水閘實際上是不存在 不是在這個位置 這裏是一條火車橋 所以水閘是在另一個位置 為何要有水閘 因為其實 流經Camden這一個地方 是有一條叫Region Canal 即是一條混河 是當時18世紀 19世紀的時候 工業革命運貨用的 那邊就會有多些水閘 所以Camden Lock的意思 是解釋那邊Region Canal那裏的水閘 剛才在Camden Lock 轉過頭一走進來 就已經是一個Food Hall 這裏其實擺了很多個 好像小食檔的地方 大家就可以過來這裏買食物 然後就可以找個地方坐下吃一下 剛才我們拍到有很多個 好像半圓形的波波 那裏那裏就幾舒服 你可以看到一條街 又可以坐下來慢慢吃東西 這裏這裏的Food Hall 是非常大的 有幾十間不同的店 有賣很多不同類型的食物 希臘食物 Taco 泰國食物 越南食物 日本食物 甚麼都有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真的要過來試試 而且食物是頗划 頗好食的 我們現在繼續在Camden Market 其實剛才帶大家去看食物 就是Camden Market的一小部份 Camden Market的另一邊 就是現在這裏有很多不同的店 可能買衣服 西裝 鞋子 帽子 飾物 又或者一些日本零食 以及玩具店都有 其實這個Camden Market開了也有幾十年 有超過四十年歷史 中間其實有很多名人來買過東西 不止我 還有Bob Dillon Paul McCartney 等等之類 很多很出名的名人都來光顧 所以大家如果想沾一沾他們的氣場 就記得過來Camden Market買東西 其實今天只是一個平日 但是整個Camden Market都人頭湧湧 可想而知如果週末會有多少人 所以如果大家來 最好不要週末來 因為找不到地方吃東西 我們因為Camden Market 實在有太多人 所以我們過來另外一邊 另外一個food court吃東西 這裡的裝修其實都是有工業風 還有很多不同類型的餐廳 這裡還有一些再特色一點的餐廳 例如有些是阿根廷的牛扒 的扒房都有 但是我們今天就選擇了吃泰國的餐廳 來到外國大家都知道 因為英國人他們是不會拿筷子的 但是現在很多餐廳都會提供筷子 例如他們吃亞洲菜 全部都會給他們筷子 所以大家會看到很多時候 筷子套後面都有教他們怎樣拿筷子 其實只是三個很簡單的步驟 所以反而在英國看到英國人拿筷子 九成的英國人都是拿得對的 反而我們很多時候都是拿錯筷子 大家記得要這樣拿 不要拿錯 如果不是拍攝我們自己的香港人 現在這裏就是Campington Town的一段運河 這條運河就叫Region Canal Region Canal是一條流經全倫敦很多地方的運河 剛才也有略略跟大家說過 就是在工業革命年代起好的一條運河 或是當年可以在倫敦不同地方運輸的用途 現在就已經變成了一個休憩的景點 途經倫敦的地方 周圍都會建立了不同的休憩設施 例如這段Campington Region Canal 大家會見到會有不同的市場 還有剛才我們去吃完的餐廳 還有會有些草地 所以那些遊客或在倫敦住的人 都會過來坐下聊天吃下東西 那就開心心的一天了 今天在Campington這裡逛了半天 覺得這裡真的很多食物 買玩都是很好的一個地方 如果大家假期如果住在倫敦 就絕對真的要來這裡逛逛 因為真的蠻好逛的 也有很多美食 有很多不同的小店可以進去看看 這是一個非常多之多彩的地方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我們這類影片 就記得留言、分享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有可愛式學問題 馬上WhatsApp大地吧 我們一定要留個手禮 口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